如果要完成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纽约数码表 那当然我需要在A到J栏 并且把这个纽约数码表置中 所以我第一个先在A 第一个在A1上面输入就可以 但是我需要什么?到J 到J栏 让它置中的话 那记得请你把A到J选取 再按一下什么呢?上方有一个常用面板里面有一个叫跨栏置中 跨栏置中 意思是说呢如果你选完之后再按它 它就自动怎么样? 会帮你把这个文字 放在A到J栏的中间 这个就是所谓的跨栏置中 这用到的机会其实非常大 那再来的话 字的话大概把它放大 但题目有规定 你们就看看反正这个题目 要需要一个标凯题 不然你就把它弄个标凯题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选择我们的标凯题 OK类似像这样子 那接下来它要做什么呢? 需要做出 第2个就是 1到9 在第3列 在第4列到第12列 是1到9 那输入的话 非常快速的方法 就输入1 那其实1到9的话 你可以输入1之后 后面可以不需要输入 你只要按一个Ctrl 键 按下那个Ctrl 键 再把游标放在这个空点上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按Ctrl 键 它就变得多一个加号 加号的意思表示说 你如果向右拖拉的时候 它会自动增加加什么加号 就是说 1变2变3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按住之后向右 它就1到9了 你就不用傻傻的一个慢慢输入了 第2个是第3 跟这一样 应该是从下面第3列 所以把这个 剪下 Ctrl X 然后Ctrl V 把它剪下 Ctrl X就剪下 第4列输入一个1 一样按Ctrl 键 把它向下填满 到9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1到9 的一个 表格啦 那接下来就是 1乘上1 等于1 对不对 那一般的公式这样 就是 这个地方游标放在这里 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一个 所以前面一定是 在 第3列的这个 然后呢 记得在乘 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乘呢 我们是用X来表示 将来需要在这个地方 显示的是一个 乘号 那乘号 用X来表示 所以你可以 先选B3 然后再end 记得哦 这个end指的就是 串接 串接一个文字 记得双引号 再一个X放中间 再一个双引号 再一个串接符号 表示说呢 这个储存格 中间要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X 记得前后一定要用串接符号 这个是规定 为什么 因为他要串一个符号在中间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他就会产生错误 接下来的话呢 乘上什么 乘上这一个 A4 然后等于 1乘上1 1乘上1 等于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等于 所以end 一个等号 一个等号 这个时候呢 会串一个等 等于 1乘上1 等于什么 两个相乘的结果 串接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 乘 特别重要 加点乘除 在ESale里面 乘号是这个 一个star 就是乘 乘什么呢 乘这个 打勾 试一下 接下来把它置中一下 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 1乘上1等于1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向下填满的时候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帮我做出来什么 当然你现在向下填满一定错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向下填满 它的列号 会自动增加 那这个列号指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原来 这边的那个什么呢 B3 它会变成 下面一个就变成B4 它会自动 向下填满的意思是 自动帮你加1 所以B3会变B4 A4会变A5 那问题来了 我们将来哪个地方不能增加呢 B3 但是 A4可以变A5 因为这个地方会改变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今天向下 如果你希望不要变动的话 记得 就是在那个列号前面 加一个什么呢 钱的符号 那加了钱的符号之后 它就不会变了 一个Dollar 符号 为什么加了钱的符号 就不会变动了 其实这个 Excel的规则 如果你不想要知道太多的话 你可以 用一种理解 它也许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钱之后 你就稳定了 是不是也是这样 可以 就是加了一个钱的符号 它就不会变动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只要看到3的地方 B3的3 加一个钱的符号 B3的3 加一个钱的符号 OK 这个跟这个打勾一下 输入完就打勾 向下填满 就固定了 为什么 因为你向下填满之后 它的B3 永远都还是B3 它不会变动 OK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希望 向下填满之后 向右填满 也可以一气合成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向下填满 它的什么 它的列号会增加 可是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它的什么 它的蓝号会增加 B就变成C C就变成D 一直往右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向右填满的话 其实呢 A蓝的东西 不能改变 因为我抓一定是抓A蓝的东西嘛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要把A蓝给锁起来 那怎么锁 其实非常简单 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看到A有没有 你就把它锁起来 看到A 就把它锁起来 好 做完了 所以结论就是 如果你输入了公式之后 看到三列 跟看到A蓝 就把它锁起来 那这样 以后如果你 如果有个大型的试算表 有个简单的规则 反正就是第三列 第A蓝 那前提就是什么 刚好就是我们 蓝位 在哪一蓝 在哪一列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锁起来 那 再来打勾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来试一下 向下填满 应该不会有问题 向右填满 会不会有问题呢 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可以做出来 一气呵成 有没有 做一次 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以后 反正 你就可以 出入之后了 只要看到三 因为我的标题 列在三列 标题蓝 在A蓝 所以我们直接 锁三 锁A 锁三 锁A 诶 锁完了 答案就出来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 向下 向右 做一次就好了 如果你不会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必须要做八十一次 对不对 但是你会的话 你只需要做一次 就完成 那当然这个地方 只是因为它的范围很小 可是如果说今天 你有个很大型的 一个试算表 当然你也可以沿用这一次的方法 一次就做完了 再多的资料 你也不用担心 做一次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把这个学会 将来用在很大量的数据的时候 都会非常的简单 但是这个还没完 如果说 延伸题 像这个也是正照考试题目 随便以后你们去 去公司面试的 或者是 就是面试之前 也许一个比试 随便他拿这个来考试 请问 你帮我做个九九十八表 他给你一个 帮我做出来 OK那你过了第一关 对不对 再来第二关 可以是正照考题 请你帮我把 这个 斜边 换一个什么呢 换一个橙色 什么意思呢 这个里面 帮我填颜色 但你不是傻傻的说 我今天 在这边 填上一个橙色 橙色是哪一个 这个好了 橙色对 那你不是说 我这样子点 这样点 不是这样子 我希望怎么样 做一件事情 也是一样 做一次 他就 全部都帮我填 填颜色 不过这边的话 可能需要理解什么 就是 储存格的位置 这个跟这个 里面的值 如果相同的话 就填一个颜色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第一阶段 等一下再来看 第二个 公式 请各位稍微记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希望斜边 可以 换个颜色的话 有什么方式 比较快 当然你也可以突发 那应该慢慢做 可是呢 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但你学会之后 你会发现 真的快好多 但你不会的话 真的就慢 慢慢来 其实工作里面 很多人我看也慢慢来 但是你小量资料是OK的 但是你大量资料 一定是不OK的 好 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功能 叫做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 他主要用意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 在出生歌里面 有什么样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那他就会 变更你需要的 比如说字形 颜色 字形 或者是说 什么底色之类的 那我们需要的 就是 如果 某一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那就帮我 换个底色 那底色呢 就是橙色 所以第1个 你要了解 以后反正你想到 只要 你的大范围资料里面 有需要 变更 格式 的话 就要想到 设定格式化条件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那我们纠纯号标里面呢 需要怎么设定呢 但第1个 只要什么 就是 这个的词 跟这个的词 怎么样 是 相等的情况 那就格式化 这个跟这个 怎么样 相等的话 那就把它格式化 这个跟这个 相等的话 就把它格式化 有没有 所以 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第1个 第2个锁定的方式也是一样 刚刚有没有 是 三 应该是三列 跟A栏 所以记得 等一下的 规则也是 锁三栏 跟 不 锁三列 跟A栏 那做一次给各位看 怎么做 首先第1个 请你把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先选取起来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那规则里面 特别主要有这么多啦 有没有 A什么 储存格里面 值 介于什么什么 那这个地方 记得 请你选择 使用公式 最下面一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 要不要格式 你选取的 这些储存格 那这个公式 是什么公式 就我刚刚讲的 第1个 游标先放在这里 再来怎么样 点一下这个 B3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 等于B3 放过来 第2个的话呢 再点一下 跟正一下 第1个先点这边 再加一个等号 什么意思呢 你先点B3之后 它会把B3的值拿过来 第2个的话呢 等于你这个地方 等于是自己打的 再点一下什么 再点一下A4 那也就是B3跟A4 如果相等的话 那就设定格式化条件 特别注意 底下这边有个格式 这个是一个公式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公式 请你也是跟刚刚一样 把3列 把A栏 加 锁定符号 那其他的要不要加呢 其他的就不要加了 这个地方 A4不要加 B不要加 只加什么 3列 跟 A栏 OK 那如果说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你就这边有格式按下去嘛 然后呢 记得 把填满 切换到填满 为什么要切 填满表是什么 它的储存格 的底色 改成什么 改成橙色 那也就是按照什么 刚刚的公式 如果刚刚的公式成立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把 这个地方按个确定 试一下 有没有发现 马上 就帮我完成了 有没有 那意思就是说 因为呢 他 就是 这个 跟这个是相等的 这个跟这个是相等的 他就会自动帮你做格式化 反之就不会 那因为我选举的范围里面呢 都会去指向 他上面的那个公式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就完成了 我们刚刚第1个选举他 第2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然后 当然如果说你要回到刚刚的地方 你可以管理规则 然后按下一个编期规则 一样可以跳回来 公式就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 这个地方就完成了 格式一下 记得是填满 但是如果说 顺便变化 提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 左上到右下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今天要打个叉叉呢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 好像不要这么简单 我希望 那你帮我另外一边呢 也帮我涂颜色 也就这样 也来一个 橙色 那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 再定义 其实在圣经格式化条件 可以不止定义一种 条件 它可以两种以上 你就一直新增规则 一直新增规则 都没有问题 不过规则应该 这个地方 那你想想规则 应该是什么呢 有没有一个 比较看得出来的一个规则 有没有 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如果 上面的数字 加上什么呢 这个数字 两个相加 等于多少呢 有没有 这两个相加 等于多少 有没有看到 两个相加一定等于多少 等于10嘛 对不对 那公式出来了 那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设定格式化条件 再新增规则 这个规则 一样是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一样的方法 再点一下 放在这边 点它一下 这一个 再加上什么 这一个 所以再加个加号 刚刚是等号 你把它改成加号 再加这个 再加个等号 两个相加等于10的话 那一样把那个 式的前面的锁拿掉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 把这个前面这个锁拿掉 然后把 B的前面这个 这个前的锁拿掉 OK 也就是说 这两个相加 等于10的话 那设定一下格式 一样是填满 给它一个橘色 按确定一下 试一下 把这边按确定 看一下 有没有 刚好就打个叉叉 OK 应该懂我在说什么 那这里的话 我想试试看 因为这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 非常的好用 主要就是说你 选取的范围里面 如果它里面有什么条件是符合你所指定的 他就会帮你 变更一个 你要设定的格式 所以这里的话 想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选取 设定 然后 管理规则嘛 所以这边会出现两个 两个 有没有 这个是第1个 公式是这样子 这个是第2个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两个规则好了 一个规则是 两个相等 那就是左上到右下 那 两个相加等于10 那就是 右上到左下 哦